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请大家不管早上有没有听过 稍后随时回来把我们按赞点选收听 同时呢记得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中网早报新闻 也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 赵丽早报新闻一开始呢 如果没有足够时间可以听完的话 没关系我们快速来掌握一下 今天各个报纸在头版的新闻聚焦 当然经过一个周末 台湾最热的话题还是选举话题 今天联合报有最新的民意调查 而中国时报在内夜 也有两份昨天公布的民调 联合报是自己做的 而忠实公布的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 以及美丽岛电子报 这两份民调 当然民调结果不太一样 提供给大家参考 联合报的民调到底蓝绿谁是最强棒呢 蓝银方面还是韩国瑜领先 而在绿银方面今天有一些变化 联合报的民调显示说 民进党自己党内的支持方面 蔡英文超过了赖清德 而不过呢 如果是全体选民 大家一起问的话 还是赖清德赢蔡英文10个百分点 好这样一个趋势呢 特别在瑞银方面 其实跟美丽岛电子报 跟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不太一样 在美丽岛电子报部分 昨天的公布调查是 赖清德甚至不但赢过蔡英文 他还赢过韩国瑜呢 今天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在内夜公布 赖清德是46.2% 韩国瑜是41.7% 不过如果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的话 韩国瑜跟蔡英文的差别是 47.9%跟39.6%的差别 还是韩国瑜领先 如果是蔡赖的话 赖清德49.9% 大于27.7%的蔡英文 所以其实民调 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各个报纸你问卷的方式不一样 你拟问题的方向不一样 你希望导出的结果不一样 大家做出来的民意结果显然就是不太一样 而且差很多 你光是赖清德赖韩国瑜 这个民调的结果跟过去大家的想象就不太一样 另外今天在各个报纸的版面安排部分呢 联合报今天是头版加内页二版三版来分析他们最新的民调 而中国时报今天继续拱韩 希望韩国瑜参选主要的一个论述方向是认为郭台铭不适合 来举了好多好多例子 为什么郭台铭不适合参选 头版加三版 自由时报今天配合立法院要审两岸条例的一个修正案 未来如果跟对外进行政治协商的话 必须经过国会的双审议 加上全民公民投票 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有重大变化的影响之下 今天自由时报访问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他说其实这不代表未来两岸没有协商空间 没有协商的可能性啊 他提出两个方向哦 陈明通说一个是考虑建交 另外一个是比照欧盟的模式 这是目前在陆委会方面的一个想法 当然自由时报内页也做了整个版面的配合报道 好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其实不知道是吃选民豆腐呢 还是怎么样 你说两岸协商真的需要的是双方都能够达成协议 两岸建交考虑建交 如果中国大陆会同意的话 显然过去几十年大家都白炒了 好这是在民进党方面提出来一个想法 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内页的报道 好再来听到的是国际焦点 斯里兰卡在周末发生了八起爆炸案 这八起时间非常的密集 今天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都放在头版的二题 财经报纸工商时报也放在头版二题来关心 这是今天在国际新闻部分比较聚焦的重点 财经报纸今天头版头条都是给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最近表现很好 而且利多消息不断 今天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引用外资法人的看法说 他的股价现在拼上三字头 而经济日报则说 他现在好像在3D封装部分 有机会抢到苹果订单 今天在财经报纸 头版头条通通都是台积电 好听完了快速扫描的头版新闻焦点 我们赶快回头来听听看 各个报纸在这些新闻部分 做了哪些进一步的报道 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2020总统大选本报就是联合报最新的民调 26%拱韩19%挺郭 泛兰选民48%支持韩国瑜代表蓝英出征 不论韩国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一刻 如果出来的话都能够赢柯文哲或者是绿营 当然如果是韩国瑜出来的话胜算更高 这是联合报把结论直接放在头版的大标题 再来听到的是在内文部分 几个重点我们也提供给大家 首先呢根据联合报的最新民意调查 泛兰选民48%支持高雄市长韩国瑜选总统 他在蓝英方面可以说是人气一枝独秀 各种竞选组合都显示 不管蓝英派的是韩国瑜或郭台铭 都有机会跟柯文哲还有民进党相抗衡 好除了刚才提到26对19 这是韩国的这个对比之外呢 在分析方面显示 泛兰的选民当中4成8挺韩代表蓝英出马 比率高过勇郭台铭的2成3 而绿营的选民当中挺王金平参选的是2成6 1成7勇郭台铭另外1成6支持朱立伦 好在中立选民当中挺韩跟勇郭者差不多旗鼓相当 女性40岁以上专科或以下学历的选民 偏向挺韩国瑜的比率高于郭台铭 而郭台铭的支持群众呢 他的背景分析是在40岁以下跟大学以上学历选民 获得的支持高过韩国瑜 这跟过去大家印象一样 比较年轻的高学历的倾向是支持郭台铭 那么比较年长者或学历相对来说 没这么高的选民则是比较挺这个接地气的韩国瑜 今天联合报同样做出了这样一个趋势 对蓝铭来说要注意的是 如果韩国瑜表态不参选挺韩支持者 有没有办法把选票转移给郭台铭呢 在各项竞选的组合当中 力挺韩国瑜的选民只有两成二 愿意在其他组合当中改支持王金平 大约六成愿意把票投给朱立伦或郭台铭 但是至少有四成挺韩的民众说 至少这个时刻我们非韩不投 不是韩国瑜我就不投票了 当然这东西可能会随着接近时间 选举时间接近 慢慢会有一些些的转移发酵 但是至少在民调进行的时候 四成选民说他们是非韩不投的 联合报今年头版呢 把党内这个蓝银方面的支持度 做了一个比较分析 内页的二版来看看 瑞银方面最新的民调趋势 说根据全体支持度 赖清德35%赢过蔡英文的25% 还是赢了大概10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是所谓的全体支持度 但是呢 如果你细看的话 现在是在民进党自己的一个支持的选民部分 就有一点点变化咯 跟过去不一样 说在绿营支持者部分呢 现在蔡英文的支持度是超过了赖清德 蔡英文支持度51% 赖清德只有38% 这跟在去年年底做出来的不太一样 去年年底民进党自己支持者 支持赖清德的大概超过5成7 支持蔡英文只有26% 所以今天的联合报记者邱采薇的特稿说 最主要这样一个位移变化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蔡英文强打两岸外交猛攻这些 在野党的候选人 甚至对自己同党竞争的赖清德 也没有假以辞涉给一个好脸色看 所以把他自己整个的支持度给拉上来了 加上民进党拍板初选时程延长一个月 最近他的策略是反手为攻 甚至指导独派场合凸显他不畏惧 果然赢得了绿营选民的一个支持 而在党中央部分 绿营特别强调初选协调机制没有改变 鹰派说锁定没表态者要全力冲刺 赖正宜认为总统不至于影响党 大家还是照初选的时程走 而在赖清德的支持部分呢 台南立委叶宜金昨天成立叶宜金 赖清德联合后援会 带领支持者高喊总统支持赖清德 这是第一个由立委发起的赖清德后援会 等于宣示在英德两边这个当中呢 这个立委选边站了 当然要拼的是个人在党内立委的提名部分的一个战场 这接下来随后会不会有其他人跟进呢 恐怕就要来观察 联合报今天的三版焦点新闻版面 来看一看柯文哲在最新民调当中的位置 联合报说蓝绿白三角都的话 柯文哲不管怎么样都赢蔡赖 当然韩国瑜还是排在前面 36%的胜算最高 郭台铭吸引范绿的票略胜一筹 如果你想要拿到绿的票的话 郭台铭显然是比韩国瑜更有机会 这是联合报的一个分析 有一些对比支持度 而下半版面则说 蔡英文这两天不是批评韩国瑜 就是批评郭台铭炮火相当猛烈 其中几个重要的话题 他把过去郭台铭曾经说出来的话 精简为民主不能当饭吃 所以今天有蔡英文批评 以及郭台铭还原当时的说法 做了一个对照报道 蔡英文批评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引起社会不同的看法 而他批评说 郭台铭应该要把台湾经济的钥匙 到底是哪一把把话说清楚 他说钥匙有两种 一种是锁住自己 一种是开放自己 前任总统任内的钥匙 把自己锁在中国经济的选项当中 而民进党选择的是 开放多元的钥匙 把自己开放走向世界 他问郭台铭 那你的钥匙是哪一把呢 好对此郭台铭其实在自己的脸书上 先前已经做了一番解释 他说呢所谓民主不能当饭吃 是蔡英文总统把他的话 去头掐尾精简层这么一句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服众的话 他还原他当时说的是 民主对GDP没有帮助 不能够无限上纲 把各种运动都当作民主 民主是过程不是果实 经济果实才能够填饱肚子 民主的动能必须化为经济的成果 而且他说总统拿网友一句 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来 只叫他坦白说 他相信总统不是好傻好天真 而是故意的 他质疑现在政客都是这样 没有能力做实事 换取民众支持 用各种的话术 转移焦点去抹黑 真正有意愿有能力者 他解释民主 他说呢郭台铭说 一种是创造和平 促进富强的民主 一种是摧毁和平 走向贫穷的民主 也就是所谓民粹式的假民主 他来批评现在民进党带领的 就是民粹的假民主 这是郭台铭对照蔡英文的说法 蔡英文骂的当然不只是 这个郭台铭还有韩国瑜 他说呢 韩国瑜市长要把话讲清楚 过去什么太监穿西装 陆海空军相关的法令都存在 怎么说我们没有军法呢 因为韩国瑜说 这个蔡总统拼命买军购 但是国军连军法都没有了 所以这样一个说法呢 蔡英文也再度来批评 韩国瑜的说法 说他应该要了解现状 多注意自己施政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部分呢 韩国瑜今天白天 应该会再进一步来解释 大家更关注的是 韩国瑜先前已经预告了 这几天他已经拟好声明了 要打算跟大家讲清楚 他到底要不要来参选总统 这是今天白天持续 媒体都会带大家来关心 关于韩国瑜方面的一个回应 郭台铭之前在脸书上的发文 还有一句话 让民进党政府非常的在意 就是郭台铭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 台湾每天至少160万人吃不饱 比十年前增加两倍 这部分呢 陈吉仲透过脸书反驳说 他的本意不是这样 不知道郭董事不明就里的 好傻好天真还是移花接木 好坏好故意去曲解他的说话 好不过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原因党调出来咯 来听听看到底是 郭台铭曲解陈吉仲的说法 还是陈吉仲自己说过了 结果忘了 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怎么说 我们现在2300万人口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我们有多少%的人是吃不饱的吗 跟各位报告 我们去调查出来 结果7.8%的人 在台湾目前 也是吃不饱的 所以你换算成所谓的人口 大概有160万的人 是所谓的 每天是在面临粮食不足的 好这是陈吉仲 在2017年 食欲协会的一个场合上说 当时呢2017年是 蔡英文执政 听到陈吉仲说的 他说是目前全台湾 还有160万人吃不饱 好这个可能比较接近 郭台铭的说法 不知道陈吉仲 自己想不想得起来 好听完了联合报的 民意调查之后呢 我们再回头来听听看 在中国时报 引用的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的最新民调 以及呢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说 现在赞同蔡英文的声望 认为她执政好到 她的满意度 大概34.6% 不满意度 53.1% 而苏内阁的满意度 44.3% 不满意度 40.9% 如果蔡赖对决 赖清德 49.9% 领先蔡英文的 27.7% 不过美丽岛电子报说 如果是这个蔡赖对决的话呢 恐怕在赖清德部分 没有办法掌握这么高的一个支持度 而美丽岛电子报 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民调 倒是跟联合报很像 如果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是27.6% 对上郭台铭的16.8% 这样一个蓝银方面的支持力量 显然跟联合报 是达成了共识 差不多的 另外在美丽岛电子报 比较让大家觉得意外的是 如果是赖清德对上韩国瑜的话 韩国瑜是这个大概小幅的领先赖清德 今天在内页方面 各个报纸都有一些不同的民意调查 如果你喜欢看民调的话 其实数字很容易 让大家看得有点错乱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中国时报跟联合报都有类似的民意调查 来怎么解释这些民调 或者是在选民部分对于政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 一直延续要拱韩国瑜出来代表蓝银参选的一个声音 说只有韩国瑜才能打破宫廷跟老人政治 说现在蓝银陷入了挺郭卡韩的焦虑 这是中时今天头版头条 中时引述的是现在部分蓝银支持者的话 说大老文化现在影响到国民党的提名办法 陷入了挺郭卡韩的困境当中 而且直接下结论 说你干脆就直接征招韩国瑜来参选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郭台银是大老板 可能对于基层的民意他听不进去 自由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说 让韩粉有出口 韩国瑜纳入初选几乎成为定局了 希望给这个韩粉们一个好交代 这是在昨天蓝银方面 吴敦毅透露出来的口风 今天联合报也放在四版版头 吴敦毅说征招韩国瑜 我的承诺不会有改变 自由时报跟联合报引用的类似的一个出处 都是吴敦毅的一个表态 自由时报另外说朱立伦阵营再批征招初选 反对关门搞宫廷政治 希望大选能够建立制度 自由时报另外也引述王金平的话 说希望不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机制 自由时报今天的二版 联合报放在四版的版头 朱立伦强调胜选要靠团队 王金平则说 大家都在等韩国瑜的声明 他也会尊重韩国瑜 都在等韩国瑜的声明 希望他最后的决定 大家给予高度的尊重 不过整个蓝银方面初选作业 可能会等到五月份才公告 因为在蓝银方面 绿营也不急 他们自己要等到立委的提名结束之后再提出 所以对蓝银来讲也没有这么急了 这是整个时程部分 联合报做的报道 可能要到五月多了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两岸关系政府出招吗 可以考虑建交或者是欧盟模式 今天自由时报影子 是立法院要审两岸条例 自由时报说 两岸条例的修法行政院版本 民定主权国家地位 跟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不能够作为政治议题谈判 以及协议的项目 是不是代表完全关闭 两岸未来政治关系安排的可能性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接受专访时表示 不会的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欧盟模式 独立国协模式 或建交两岸成为更紧密的盟邦 兄弟之邦等等 说这个大家只要靠智慧去发挥 就能够寻求社会共识 创造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自由在内业 还有一个前提 说如果两岸要和平的话 北京必须先放弃武统 不要把这个武力统一放弃 这样一个可能的选项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谈到行政院版本的 两岸条例修法 对北京方面喊话说 希望能够放弃武力统一 面对习五条 有必要补充两岸条例的不足 两岸政治协议 必须经过国会双审议 跟公民投票 一国两制框架 和平协议就是统一协议 而且说共军高度挑衅 希望北京当局 不要一错再错 这是自由 今天放在四版 整个版面的报道 对抗共军歼20S400飞弹 国军的汉光兵推 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打 5月27号要进行 使兵演练 而共军明天会在 青岛海上阅兵 这是在两岸的一些 军事上面的 赵建尔今天在 自由时报内夜 配合汉光兵推 也做了一些 行程方面的报道 中国时报四版的话题 引用了我军官员的话说 要对台动武吗 北京还没准备好 台湾沿海阻碍很多 大陆要抢贪 难如登天 说央视证实 大陆的陆战队 扩边成军 我军官员表示 大陆现在拼命造舰 跟下水角一样 积极造航母 但是有没有能力 全力做两栖登陆舰 是我军关心的重点 他说大陆有能力 大量做两栖登陆舰 但是没有这么做 代表还没有准备好 对台动武的万全准备 而且云林到嘉义 沿海大部分都是科疗 要找到很合适的登陆地点 不是那么的简单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 放在四版 说大陆对台动武 还没有准备好 而且接下来 国军的汉光电脑兵推 今天开始五天四夜 不间断 旺报的头版头条 来听到的是 台契登科创版 护台协助攻 这是护台协助攻 台契进攻 这个科创版 大陆科创版其实很多人说 它是大陆的纳斯达克指数 首轮募资达到900亿人民币 不应该缺席 等科创版完善 台协会帮助台湾的企业抢进 今天这一则新闻 旺报123版 有一个规划的时程报道 等整个细节摸清楚之后 大陆方面会邀请学者专家座谈 分享经验来帮助台湾的企业 不过自由时报 今天那一夜财经版说 中国经济反弹 都是假的这最新的数据显示 是就业率是五年来最糟糕的一次 第一季的企业开缺 创下2014年来最低 京东等电商大规模的裁员 这是自由引述最近的一个趋势 来告诉大家说 中国经济其实反弹是骗人的 并没有 因为他们的就业 是五年来最糟糕的一次 自由时报的报道 放在今天的财经版版头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台积电 有七大外资挂保证 说他们的股价呢 可以拼上三字头 外资加码不手软 现在甚至卖格里呢 是喊出了310块钱的目标价位 这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说台积3D封装 独家抢苹果订单 一条龙的布局再进化 台积一条龙布局突破 成为全球第一颗3DIC封装技术 预计2021年可以量产 业界说台积电3DIC封装技术 主要是为未来苹果新世代处理器 导入5nm以下的先进制程 整合AI跟新型的记忆体 一直晶片欲做准备 有机会哦 个人哦 各个应该说是独家哦 这一家企业独自来承揽 苹果的大单 所以今天经济日报把这样一个趋势 跟可能性放在头版头条 来看一看台积电另外一个好消息 好关系完头版头条 在工商跟经济 今天在头版下半版面的编栏提要 以及新闻标题 我们赶快来扫描一下 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 来听到台北股市 台股上周连两天开高走低 外资期限还是做双多 不过随着市场居高思维的气氛转农 带动融券张数 最近一周大增23万张 融券余额上周五登到65.63万多张 写下超过五年来新高 所以如果融券增加的话 代表空投市场也是蠢蠢欲动 所以今天在经济日报头版二题提醒 台股的融券大为增加 挑战或者站稳11000点大关之前之后 可能多空筹码会互相的拉锯 投资朋友必须要特别注意 今天在编栏重点经济日报预告 第二版的版头 苏葵就职100天端出了十大菜 这十项大菜呢 包括了产创创新条例优惠 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 还有科税 以及工厂管理辅导法 所得税法四大扣除额提高 长兆扣除额 以及提高农余民子女的奖助学金 这个规定呢 其实还蛮妙的说 不管成绩通通都有 另外北捷环线二阶段 暖冬春油补助 邮政资费还涨 双铁车票洞涨等等 这是苏葵就职100天 提供出来的所谓的 十大政策利多 今年经济日报整理在200 三版苹果高通扩大合作 台场大进步 苹果跟高通的合作部分来听一下 认为是接下来下世代 iPhone可能会导入高通评下指纹辨识方案 GIS可以拿下模组订单 商机会大开 飞评扩大采用相关技术 接下来对于双方来说 应该都是好消息 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二题是 恐怖复活节 斯里兰卡连环报 炸弹客锁定教堂跟饭店 超过200人死亡 这一则外电新闻 今天除了工商时报 放在头版二题之外 中时跟联合 一样是头版二题来关心 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标题说 10年前内战结束之后 最血腥的攻击事件 斯里兰卡八连报 超过207人死亡 450人受伤 联合报 今天头版二题也说 斯里兰卡教堂饭店连八报 超过207人死亡 数十名外国人丧生 450人受伤当中 包括一个台湾人在内 而这个台湾人 并不是在攻击当中 而是在逃难的时候 被玻璃给割伤了 这是联合报 今天放在头版 二题关心的重点 联合报另外有提到一个部分说 其实这一次的攻击事件 警方稍早表示 曾经有35名外国人遇害 包括英国荷兰 美国葡萄牙等人士 中国大陆也有一名 大陆的民众丧生 至少有两起 刚才提到八连报 其中有两起呢 是自杀炸弹客犯下 所以警方还要厘清其他爆炸 是不是通通都是自杀爆炸 这个自杀炸弹客 等于是可以连同等号 说这次攻击事件 是恐怖攻击了 不过当然详细的一个结论 现在都还在厘清 还没有下出来 这是联合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 除了头版头条之外 头版其他位置关心的新闻 重点说在新北 有一双小姐弟 疑似被笑压 下药之后 乐壁 勒死了 他的爸爸失联 疑似有中嫌 这一对11岁跟7岁的小姐弟 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 平常分别让父母各自照顾 昨天因为放假 所以爸爸把妹妹接回来 把姐姐接回来 带回去一起吃饭玩耍 没想到晚间7点多 两名孩子被发现 成是在房子里头 脖子里头有轻微的勒痕 疑似被下药之后勒壁 不过爸爸在案发之后就把手机关掉 失联 家属说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情绪不稳定 不排除他涉案 所以正在全力追起当中 这是一个悲剧 今天在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下半版面 来自新北的社会消息 还有连接北北桃的捷运南北环 年底希望能够动工 当然这是刚才提到 苏葵上任100天重要十大施政之一 有说三环三线不再是虚线 横跨双北的捷运环状线 第一阶段年底通车 第二阶段北环跟南环 最近在国发会审议通过 苏贞昌昨天宣布 合定一共1377亿元的经费 希望年底能够马上动工 中小学的纸片人连续5年增加 20万人体重过轻 而且在国中阶段 男生比女生过瘦的人数 是比较多的 纸片人近5年 有逐年增加趋势 国小国中高中生 大概25万5000多人 太轻了 卫福部说可能会引发生长迟缓 影响人体的呼吸消化 免疫系统的运作 要跟教育部大家一起来关注 这些小朋友体重过轻 为什么 目前研究出来的原因 可能是饮食不均衡 运动跟睡眠不足有关系 所以引发了他们在体重方面 没有明显的一个进步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在头版下半版面关注的话题 当这则新闻 其他各个报纸内页也看得到 说很多小朋友 特别是青少年 因为担心体重过重不好看 也是影响到现在纸片人 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时间是7点49分 以上是今年早报新闻 大致头版的新闻标题 新闻聚焦 我们休息一下 听一下广告 继续回来掌握内页的新闻焦点 7点49分 上班上课 各注意时间 等一下迟到啰 前面坐边请很深 请您们聊 天南光好 早安 早安 本周很忙碌哦 本周这个明天还有礼拜四 姐要回去做嘛 好妈妈 所以我要陪小朋友户外教学 所以大家喜欢的 雅元主播会来陪伴大家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中广 到目前为止哦 主播群里面最资深的雅元姐 雅元主播 然后大选吵得不可开交嘛 所以我先不讲这个 因为今天其实也只有一分钟的广告时间 我要讲的是昨天Uber上街头抗议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薛宇宇 他是Uber的司机嘛 当然我相信很多司机跟他一样都感受到生存学的压力 我要说的是其实天无绝人之路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谋生活 继续开Uber或者Uber没办法开了 你开计程车 又走完全的换宝道都没有关系 继续努力好好的过生活 认真的工作 你只要搞清楚自己生命的顺序 比如说像我本人会把家庭 家人摆在最前面 我很清楚 那你一样 你如果是把你的女儿把家人保在最前面 你就知道说 接下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全力以赴 我相信在台湾要生活没有那么的困难 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顺序搞清楚 想办法去完成满足他 不管是你的成就感 你的女儿 你的家人 你的健康 只要活着有呼吸就有希望 千万要鼓励自己 我觉得不管那些政治纷扰怎么样 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实际的 提供给我们的Uber听众做参考 今天五十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西叶柔 那一心我们先来听听看 昨天的这个抗议现场 自由时报放在生活新闻版八版的版头 来听到的是今天的版头大标 Uber驾驶上海道反对以时计价 交通部说修法辅导转入多元化计程车 来维护公平的竞争 昨天这一场大游行大抗议 是Uber进军台湾 大概六年多以来 最大的一场抗议活动 说现在交通部预告 汽车运输业的管理规则 103条之一的修正案 规定叫车至少要算一个小时的租车费用 换句话说 如果你叫车的距离 或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的话 就不能够叫Uber 而且租赁车不得巡回揽客 上万名的Uber驾驶 昨天在凯道上抗议 要求交通部撤回 不过也有计程车司机认为说 Uber利用租赁车来作为计程车营运 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而且是违法的 好两边的说法当然不一样 Uber有Uber的理由 那计程车有计程车的理由 今天自由时报引述学者的看法是说 产业在变应该思考的是创新法规 大家一起把柄做大 政府保护小黄生计 但是也必须缩短跟科技的落差 小黄自己要加加油 不要被Uber赶上去 然后又不肯让人家上路 说必须要创新思考新的法规形态 来解决问题 这是自由时报报道 联合报今天在特稿部分 则是建议大家来看一看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利用比较多元 广大各种不同的形态 来让市场竞争 刺激市场的发展 而且新加坡的数据显示 Uber加进来之后 显然小黄的营运的 他们的营业额是往上增加的 并没有往下掉 显然最重要还是说 你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让市场的消费者选择 才是成败最后的一个关键 好Uber的新闻呢 今天各个报纸都看得到 再来中国时报 五版的生活综合版的版头 说汽油大涨0.6 平稳机制正式启动 连六涨95千 触及到30块钱的大关 受制美国制裁 伊朗原油出口豁免 即马上就要到了 伊朗四月原油出口下滑 到今年新低等等因素影响 国内油价连六涨 今天凌晨开始 汽油大涨0.6块 柴油涨0.1块 调涨之后 现在中油95千 每公升超过了30块钱 当然接下来 油价还要看川普的脸色 来看一看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动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版头新闻 再来听到台风吹落电线杆 把女骑士给绊倒了 台南一位女骑士二审大逆转 判决台电必须要赔他141万元 联合报的社会新闻则是 在台北有名失智的老先生 他是退休的司法官哦 但是他在失智的情况之下 拿走了一间庙宇拜拜的饼干 最后被一切到罪移送法办 检察官调查才发现说 他有失智症犯案的时候 没有办法辨识自己的行为 所以最后为罪处分 职权不起诉 所以今天联合报把这个个案 报导之后说 失智不自知 很容易变成诈骗集团的目标 家人真的要帮帮忙 要来帮他们一把 拉他们一把 如果真的不小心 在失智情况下触法的话 诊断证明可以当作护身符 联合报今天有绿生活实践家的 特别报导 这整个专题报导 徒步环导57天 结果发现垃圾海滩 很多很多的垃圾跟黑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样的话题 认为你我都是帮凶 今天刚好世界地球日 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关注 环保的一个问题 联合报今天有做一个专题的报导 在内夜的500 体育焦点 昨天中信兄弟的陈江和隐退赛 这场比赛中信兄弟3比0打败统一师队 让昂姑陈江和的隐退赛 画下完美的句点 今天自由时报有做整个版面的报导 另外在NBA季后赛 昨天76人抢先听牌 SBL的季后赛呢 玉龙显胜搬平了富邦 这是在篮球赛事部分最新的体育赛况 以上是早报新闻重点 谢谢大家收听 继续请收听听懂新闻 狗狗 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听懂新闻